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的天气还是好热 不少地方在8点多左右 高温就超过了30度 从今天下午1点的 这一张温度分布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在中南部地区 可以说是红红的一片 这表示其实高温都超过了30度 来到33度甚至是更高 另外在台北盆地 还有我们的花东纵谷 以及我们的南回地区 其实高温都相当地高 像是在南回 今天的最高温就落在这里了 在台东的大午 高温是来到了37.1度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在屏東三地门 高温也来到了36.7度 土板部落高温也来到了36.6度 而明天还会这么热吗 再带你从下一张的 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从地面天气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明天在北方的这个封面 持续地酝酿发展 而在台湾附近 都还是吹西南风 各地仍然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在西半部地区 高温会上看35度 东半部也有32到33度的高温 盆地地形的大台北地区 还有西半部的近山区 河谷以及花东重谷 高温甚至是有机会上看到36度 提醒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晒 并且要多喝水了 而今天的天气 其实不只是温度高 觉得热 还感觉有一点闷 主要就是因为今天是 吹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在台湾附近的水气 是稍微增多了些 从卫星云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在中午过后 其实在山区开始出现了 像这样子的午后热对流 下起了雷震雨 而明天受到太平洋 高压增强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相对来说 都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只有在中南部的沿海 在清晨的时候 因为海陆风相符合 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中午过后可能也会有一些 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不过跟今天比起来 降雨范围是 不管是降雨范围或者是雨势 其实都会小一些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北方的这一道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正在酝酿发展中的封面云带 预估在礼拜五之前 都暂时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但是在礼拜六之后 随着这个封面逐渐地接近 各地的天气状况 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而至于明天各原住民族地区的天气资讯 再带你来看文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带你来到台东 蓝宇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雨量稍微多一些 不过还算稍好天气 来到南回的泰玛丽金峰大午 跟达人都是有阳光的天气 而且高温有机会来到37度 沿平台东市跟北南 高温会来到34度 也都稍好天气 海端池上观山路野 高温会来到33度 东海岸的草滨成功跟东河 高温有机会来到35度 华莲热水玉里 灼溪跟富里 高温会来到35度 万荣凤林光复跟风冰 高温会来到34度 万荣要留意午后雷争雨 华莲市吉安跟寿风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相当也热的天气 泰鲁格族文居多的秀林跟星辰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秀林要留意午后雷争雨的情况 宜然泰亚族文居多的大同跟南澳 高温可以来到34度 往南走 我们来到屏东的狮子 牡丹跟满洲 高温会来到34度 屏东太武来意春日 高温可以来到34度 屋台山地门跟马加 高温可以来到35度 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影响并不大 高雄桃源到马下跟茂林 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以午后雷震雨为主的天气形态 在嘉义的阿里山 12到30度降约率50% 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南斗仁爱 雨池水里跟星野 都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的天气形态 高温会来到31度 台庄和平17到31度 降约率30% 南丽南庄士坛跟泰安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新竹关系尖石跟武峰 高温会来到32度 桃源复兴20到30度 新北市的乌来 23到34度 而至于各地的天气 接下来几天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明天各地仍然都会是稳定 而且炎热的天气 值外限指数也都是相当的高 而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的天气 我们来看看 这个西南风再度增强了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 就会有局部短暂争雨或雷雨 而在台东也容易会有分风发生 到了周末的天气 我们可以看到了 到了周末受到封面接近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 所以降雨几率也会提高 不过这个封面影响的程度 有多少都还是有待观察的 那么以上就是 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